台湾灯会在屏东也出现限定版美食 就是这杯台湾人最爱的珍珠奶茶 看似普通但玄机在这 珍珠里好像有东西 原来这是东港客产樱花虾 被包进珍珠里 和火龙果汁染成粉紫色 非常讨喜浪漫 有虾味但不会不搭 这灯会期间限定的奶茶 每天限量30到50杯 而适逢年节高崇饭店推出新年菜 大圆桌上萝卜丝小黄瓜丝 五颜六色围了一大圈 淋上调味酱汁加入生鱼片 大家边将肉菜拌云边说吉祥话 这是新加坡过年的传统美食捞鱼生 又称七彩鱼生 象征年年有余来年发财 最早出现在唐代 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 农历年还保有这样的习俗 高雄饭店限期推出 让大家体验特殊的异国文化 尝课鲜过好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